印足藏书 一分沉浸得一分礼 十分沉浸得十分礼 我见过 有人学几十年 烦恼忧虑忡忡 放不下 清净过真的善知识 没收到东西 细细观察 它什么原因 沉浸功夫不足 阴光大师这一句话 说破了 那么沉浸从哪里来的 绝大多数 是过去生中的印 生来 这个人就老实 看样子是痴痴呆呆呆的 叫他干什么他会做 他老实 他没有虚伪 没有 有巧证 这种人学圣一些东西 容易欺负 凡是自以为聪明 对老师有疑惑 实在是 如果对老师真诚功近 老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甚至于还不如你 他能帮助你 他能帮助你 可悟 瞄一瞄在这里 那那什么 沉浸心之所感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如果带着一丝毫傲慢 怀疑 全都破掉了 再高明的老师 你都得不到真东西 换一句话说 你开不了屋 这些事实 过去 世世代代 都有很多记载 我们往往啊 大意 俗乎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无知 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 不是几句话了 能讲得清楚的